各位晚安,香港時間應該是晚上10點左右 這是用新的打燈安系統安排 就算有陽光,我都希望打得自然很多 這是一個智能系統,是一個智能的燈光 就算晚上也好,燈光不會黃到,就像散黃蛋病一樣 我是一個很注重這些細節的人 譬如聲音不行,光不行,鏡頭解像度不夠 這些我全部都會處理 當然,因為這裡仍然有陽光的關係 所以,有時光度時大時小都會發生 但是,日透露的話,晚上露的時候應該問題不大 晚上露就會失去黃蛋病的問題 高清程度也好很多 當然,我還未用到HD Lighting HD Lighting就更好些 但HD Lighting就無法調色,無法調色 所以,是不同的 這個是,我想 我希望,其實是 我修理背景 我希望日後,和換錄影房之後,就會更好些 我希望,其實這些東西會進步 我這個都很重要 而且,這個系統不止我用的 日後,如果有其他表演 你看到類似的系統 就不意外 我會幫其他表演 言歸正傳 本來是一段時間 我想說亨槍習那件事 但是,出現一宗加速新聞 我就不能不跟 那個就是我跟開的 那就是 上海證券交易所 因為馬雲這班人被約談 要勒令馬蟻金服暫緩上市 十一月五日,是不會有A股交易 現在還未知港交所 會不會 給H股繼續交易 但是,我估計 證監都可能不會給 港交所繼續去 因為,它的理由 就是 上海證的交易所理由是 grant 那個理由是一個充分的理由 就是,我想 那麼,如果你這樣也可以繼續上市 我覺得是離譜了一點 一點點 就是說 他說就是 你被人約談 你 那個現時的情況 跟你上市 那個IPO的時候 那個payout不符 這樣就變了 如果你payout不符的話 就不應該讓你繼續上市 是對的 OK 即是 他這裡說的是什麼 他發出公告 說 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及董事長 總經紀被有關部門聯合 進行監管約談 公司也報告所處的 金融科技監管環境發生 變化等重大事項 該重大事項 可能導致公司不符合 發行上市條件或訊息披告的要求 根據科創板公開發行股票註冊管理辦法 使行 第26條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發行上市 審核規則第60條等規定 並徵詢保證機構的意見 上交所決定暫緩鎖市 這個很合理的 你被人照廢 照完廢 我又不知道你照到什麼出來 照了廢 如果你樓上說OK Greenlight go ahead 沒事 應該沒事 問題現在很明顯 如果這是權力鬥爭 那不會被Greenlight 都一如我昨天晚上想說的 我昨天晚上說的事情已經變成了事實 所以A股不上市 A股不上市 如果你H股繼續上市 李小家就肯定被人媽媽都糾塞了 你當時的交易就變得很奇怪 你為了吸外面的水 但你卻不顧風險 你是不是說得錯 做臭朵 我斷估港交所 李小家也不敢繼續去馬 我斷估也不敢 是看什麼時候殺停這件事 我斷估 因為你A股不進行交易 那是很有問題 你裡面中國的A股股民也會怨爆你 你外面的人就炒到火紅火 我外面什麼都不能炒 那是怎樣的 這件事不可以這樣玩 這件事出了事 所以 我一直都說 買金服 這件事是復的 OK 復到不復的 說了很多次 我之前說了一集 你美國的監控風險一件事 你現在中國有監控風險 對不對 我也說 如果你有恨上到的話 你就沽了去 我覺得現在上不到也不用再說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當然是那些 孖展利息那些 我也不知道這次怎麼搞 但很多人就很累 借了孖展 混身進去 這件事是傻的 可能是忽裝不暈 可能是習近平權鬥爭的問題 可能怕你被外資夾 你信不過馬雲 有很多個原因 你或者是看到 川普這樣的玩法不妥 隨時川普贏 或者被提提跳海米餃 怎樣 找個理由 怎樣 收回上去都可以 現在你看到川普有可能反白為情 喂 這麼多的尊重 有很多尊重 當然你說 可能連登媽媽的臉 燈死了 燈死了一隻股票 你知道香港有很多燈神 你知道 你知道香港有很多燈神 香港有什麼 賭球有波窩窩 政治是講蕭生 你現在鼓壇是媽媽的臉 連登也不知道是誰的燈神 香港有很多燈神 香港 不知道你的磁場很奇怪 香港 是不是那些 什麼刮逆亂神都在 我都沒有看到 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燈神 有這麼多燈神 但是 逢說必輸那些 那些人這麼貴多 但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你投資馬雅金服 有個理性而言 不是說燈 說理性的這個 現在是不 這是蠢 完全蠢 但是 整件事是愚蠢的 我想 我 這次分析我不是來我威的 我也很語重心長跟大家說 就是 你投資 一隻股票 你不是 什麼白頭片都可以炒 因為 你中國政治的不穩定因素 是越來越多 是多到你手不勝所 你完全 習近平一直在想 你不是江澤民 江澤民年代 我也再說一次 江澤民年代 你炒股票沒有事 不是完全沒有 因為江澤民那些人是賺錢的 那些人 他不會搞爛 這個場景 怎麼會令大家不好吃 但是 那個蚊心花打採 你一個會把蚊心花打採 擺掛在嘴邊的人 是不是 然後 大家記得 張寶華的頻道 是怎麼來的 就是江澤民的金句 就是 張寶華問江澤民 這樣問法 被他咬兩句 然後沒事 如果你習近平年代 但是不被人用了 那些其他 他就不是 很簡單 是很低的金句 是已經被國寶約談了 是另一件事 現在就是你看到 江澤民和 習近平的分別 江澤民 最多他把口 就會出現一些奇怪 一些神奇好笑的表現 但是他不會拆眼當野 OK 有什麼 但是總之 你不妨礙他運氣 你什麼都行 你不要妨礙他發財 沒事的 所以你看到的 你基本法23條 百上百萬人示威 但是他玩得這麼健博 他好想不行 特屬 直屬 葉劉屬 已經當康能這樣用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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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 習近平不是 習近平 習近平不是這樣想 習近平 不是這樣想的 因為你現在投資 馬里金幅 你還要投資 我告訴你 你這次之後 誰敢投資中國股市 現在是習近平自己擦眼當野 你這樣擦眼 我為了自己政治利益 自己擦眼當野 這個就是習近平 你想想以後 那些外國投資者 怎樣投資中國股市 你不要說你是外國投資者 你是香港人 你這麼大投資中國股市 我都說你用 我早就說了這些風險 我不是我做燈神 我早就說這堆東西會出事 我早就說有惡味 我不是我負責 但我早就說了這個是 由歷史看見到未來 我不是未來人 但我由理解的推斷 大概就猜到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 而且這次馬里金幅上市站門 沒有後果 有惡味 整件事要交代 因為這次馬里金幅的問題 是哪 A股也好 H股也好 整堆主權基金 擺了一大堆在那裡 大馬勢控股 以致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這次騙了 我相信你習近平不會玩 你怎知道現在是玩鋪勁的 新加坡一直支持你 我現在就看你怎樣收拖 GIC 我不知道GIC有沒有損失 這次我猜未必會有損失 只有一個問題 你很難跟國民交代 新加坡 然後你說其他大型的基金 什麼富邦 國泰 國泰 國泰人壽 即台灣那些事情 每個人都說 我投資了多少馬里金幅 哇 台灣新聞 現在全部跳海都像 現在哪個台灣人 有膽和你投資 你中國股市 無緣無故 你這樣約談 你還不是Casino 你無緣無故 這間公司夠大 大到爆 你這樣玩都可以 誰敢和你投資 這個你不知如何收拖 就是你習近平 你現在是把你自己 剩下的朋友都沒有了 這個是中國外交實 一定有效果 或者你跟著 全部那些其他國家 迫著站在 Donald Trump陣營 是很合情合理的 甚至華爾街的人 會不會還支持你 拜登 還支持你中國 我現在很懷疑 你這樣想 你怎麼會臨尾就 吵起別人呢 喂 老實說 大家 我猜美國總統大選 不知道結果 大家 就是如期上市 大家 要出貨就出貨 要賺水魚就賺水魚 什麼都好 你在做投資基金 你不會搞到這樣的 你現在突然間 臨尾脫腳 我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你說 你對著很多華爾街 大樂的說 臨尾脫腳 那些基金你怎麼收拖 你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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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做 之前就說 投資中國 現在 投資中國 連你自己都死亡 多謝 這件事 習近平是很蠢的 我沒有見過這麼蠢的事情 我真的沒有見過 在你中國最需要錢的時候 你突然間玩這些什麼 就是因為你權鬥 所以 我也都可以說 中國會不會出現一些很 令人匪夷所思的決定 有可能 這個可能是來自哪裏 就是習近平的精神狀態 就是 這些人經常都覺得 喂 你必須不需要 說到下下 習近平是一些白卡領導人 問題是他真的是白卡 我 喂 你正常 你那個江澤民是做指標明的 江澤民是全 中國 中華人民的 我歷代領導人裡面 最貪錢 最 最資本主義的 是不是 胡錦濤是傻傻的 最多是工程師 是不是 江澤民是蚊塞花蚊 都掛在嘴邊 你都知道他是 發財主導的 一個 長江三角洲那些人 就是 江澤民不會做的事情 習近平是全做的 大哥 他完全不是僱著中國國家的 他完全只是想自己想怎樣 而且這個 連鎖國都不是這樣做 你覺得這個人是青山走出來 就是青山剛剛走的遠友 那個遠友是不是習近平 我也不知道 這些人完全是青山走反的 你明知那個領導人有絕對權力 而且那個人的精神狀態不穩定 那時候你唯一的方法 你 你不會走去搞軍事政變 是不是 就是 太王埃馬一世 那時候 知道 大哥 那時候 真是 吞好你王朝 那個國王 不行 那傢伙 那傢伙 精神錯誤 為什麼搞政變隊 那樣 問題就是 沒有人會搞政變隊 那樣 習近平 你走去投資馬來金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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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投資任何中國的東西 你都是我自己的身家來賭 你的身家賭到 你的身家賭到 在一班 瘋狂的人手上 你就是 你把你的身家 放在一個完全白卡的人手上 你這個不是一個理智的決定 我很懷疑 所以 你問我 以後的投資者 會不會再投資中國 或者什麼A股 H股 還有沒有人玩 我告訴你 這個是決定性的打擊 就是 人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政策 那種搖擺 不定回來 某程度上 中國的經濟國 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這個事情 也是大家要 提起 鄧小平岩巡之後 中國的經濟政策的主軸 沒有變 就很穩定 已經結束了以色形態的爭論 總之就是 政治上極保守 但是 在經濟上 就走開放改革的路線 這個是固定了 沒有任何這些所謂的爭論 總之就是 有關法財的事情 就是 大家只要齊齊發財 就不會有任何爭論 這個是很清晰明確的 這個是 這個是 江澤民現代很成功的一件事 所以 由江澤民到胡錦濤 由鄧小平到鄧小贏 這麼多年來 去到習近平上頭為止 中國的經濟好了二十年 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因為 性之性死這些無謂的爭論 就完全 Fut off 但是 現在的情況就是 習近平已經是走回頭了 五中全會的公佈很明顯 不是那一回事 現在你看到習近平就是 完全就是 他完全是覺得 他只要為了權力 什麼都不管 他只是看意識形態 回到局面的時候 你覺得 這個就是 支爆最重要的 最關鍵的那一步 我想你也想不到 馬雅金庫會這樣玩 我想我昨天做這樣的分析 有些人還覺得我是傻的 但是現在 一如無廢一樣 我告訴你 證實了 馬雲金服 結果真的要馬雲中服 真的 馬雲服了 那些人都說 如果是馬雲跪低了 昨天有些人說 螞蟻金服的排音 就是 螞蟻服 不知道什麼服 如果馬雲跪低了 分到利益 我覺得 也不會有今天這件事 最初就是股價有陰影 但是如果今天發生這件事 可以看到 就是習近平已經決定是瘋了 你還有投資餘地 是不是 這件事不妥 這件事 你加上今天 連鏗槍集記者都拘捕這件事 再加上 很多 現在很多中產都開始 英語拔稅 但是女拔稅 都說 有插班生 沒聽過 你說英語 也好 華人也有插班生 我知道 每年都有一兩個 你肯定自己寫信去申請 你成績不錯 有機會中 他總會充滿位置 總要有人離開 但是你說 現在 現在是公開招 插班生 你就知道很多人走了 那些人說中產大批 我覺得不僅是中產 其實我估計很多人 對現在的局勢有理智分析 知道一些重要資訊 都知道現在的時間是離開的 你沒有可能再想著 怎麼賺錢 賺夠的就先走了 不然就死了 現在我就明白 你的證明是 當你習近平拿白卡的時候 你就已經是這種情況 不然你不會有瑪麗金服這件事 不會發生的 這個是更加證明了 我一向以來 習近平是白卡領導人的 這個推斷是正確的 如果這個推斷是正確的話 就是你不著草走 我告訴你 我就只能夠謝謝你 甚至就是會不會 瑪麗金服這樣玩 明天早上會不會 香港出現鼓作 我不知道 阿里巴巴在美國的交易 跌了5% 跌5%都很合理 你突然這樣玩 我不跌到十比已經算這樣 你知道嗎 你無緣無故可以套一筆錢出來 就現在是這樣的玩法 你突然這樣說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所以 現在其實你支付寶 整件事都蒙上陰影 甚至阿里巴巴的前度也蒙上陰影 所以你見到 你最會是 特朗普未出手 習近平已經出手 這是整件事最諷刺的地方 但是特朗普未割 習近平已經割 搞得不好就是 馬雲隨時就是 怎樣 要投靠 馬雲那死罪 這條人到處串嘴的串串功 搞得不好 如果我是馬雲 我投靠特朗普算了 保住自己的身家而已 有什麼所謂 保住自己的身家 就投靠特朗普 甚至看清楚 這麼多中國的IT公司裡面 有一間是沒有事的 那間叫Renovo 叫聯想 聯想一直都沒有事 一來他投資的東西 不是很高級 另一方面 聯想都聰明 投靠美國 他很多管理層都不是中國人 接著他把營運總部 其中一個擺在美國 我一班人來走資 我不是幫中國政府做事 你要美軍給優惠 你賣電套 保證安全的電套 沒有問題 美國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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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Lenovo Lenovo Lenovo很實際 Lenovo 其他人不是Lenovo 你會不會迫到馬雲 最終變成Lenovo 第二 怎樣 你自己這樣辦法投靠美國 保住自己 會不會這樣 這個就很有懸念 但你見到 如果你這個 馬雲會不會投靠美國 我不知道 但我勸大家 一件事就是 你明知習近平是我白卡 的 君子不合離場之下 我叫大家走 我叫大家不要投資中國 是有原因的 不只是我政治編劑那麼簡單 是習近平是short的 這個 現在是一個常識 川普不是short 但習近平是short 這個就是不幸的現實 這個世界 今晚 第二節 先講到這裡 我第三節 講不講 看看還有沒有加速新聞 這樣搞法 不知道怎麼 神經病 未公佈選舉 結果已經short了 這個世界 也要給我 給你